鳳莉姐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癌症以免疫系统之间的一个关系 因为大约有20%的癌症是与病毒有关 而其中的80%是子宫颈癌和肝癌 那癌症是因为基因错误引起的一个疾病 那一些病毒透过使宿主细胞的染色体组 化身变异而引发癌症的 那这些变异使宿主细胞的环殖 就是不受控制 那首先是单个细胞产生异常变化 而转变成癌细胞 接着这个细胞呢 这个癌细胞它就会成倍数的增加 不久这个肿瘤它就会开始变大 并且呢就会压迫到周围的组织 那这个肿瘤呢 并会扩散到我们的前身 可是呢值得庆幸的就是 我们人体自身既有发现 并修补或抵抑 以及改变就是突变的细胞的一个能力 然而尽管我们人体自身有一定的抵抑能力 以及改变细胞的能力 然而就是说尽管人体自身啊 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可是呢就是当我们有一天啊 我们的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啊 就可能导致无法有效的去抵抗 并战胜这些癌变的细胞 所以说是不是平常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注意 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 是否健全才能够去抵抗这些变异的细胞 所以说营养免疫学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大家透过平常的营养 然后让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都能够很精衡的来保护 我们每个人的健康 以上是梦莉姐跟大家分享 就是癌症啊 营免疫系统的一个关系 值得各位来重视哦 谢谢大家 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都能够远离癌症 谢谢大家